今天人們都做了正義 我們重新自主義 我們重新自主義 宏都拉斯勝選總統 蕭瑪拉卡斯楚城宣稱 若他當選 將專與中國建交 不會延續前任政府的做法 而在寧加拉瓜十日 偏偏宣布與台灣斷交 隨即與中國簽署附交共包之後 宏都拉斯的動向 格外受到關注 不過蕭瑪拉卡斯楚的 政權移交團隊成員已表示 新政府不會與台灣斷絕關係 宏都拉斯政權移交團隊成員指出 他已經明確表示 新政府將維持與台灣的關係 因為他所屬的自由重建黨內 沒有人想要加入一個 會害自己玉米國輸入員的政府 蕭瑪拉卡斯楚將於明年1月上任 不居民美國官員向路透表示 儘管華府不確定 當時你提供了 考欲 John 哪兒 都爭蕭瑪拉卡斯 我們的立法 但他仍强调 与台湾的关系 不会像尼加拉瓜那样 立刻发生转变 尽管宏都拉斯对台关系 可能转变的风险回之不去 但台湾在中南美洲 林一邦交国巴拉圭表示 巴拉圭仍坚决维护 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白宫发言人 沙琪周五则在记者会上表示 尼加拉瓜政府的做法 剥夺了该国人民 拥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民主伙伴 而美国鼓励重视民主宪政的国家 与台湾建立关系 其实在尼加拉瓜当地 有不少民众无法理解 政府与台湾断交的决定 当然是因为台湾 尼加拉瓜也支持了很多 在学校的建筑 还有很多国家的计划 当然 很多国家的计划 台湾在当地的赴出 尼加拉瓜也都看在眼里 台湾在当地的付出 林加拉瓜民众也都看在眼里 因为这都没有看在眼里 有美国官员表示 尼加拉瓜总统奥迪加政权 力图阻挡进来国际制裁 而且与华府的疏越来关系恶化 此时突然转向中国 应该是奥迪加力图巩固 他专制政权行动一环 也是回应华府 和其他都国的制裁措施 国际中心 做外电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